快看快看有鱼啊有大鱼啊 开一天洼机800你来不来 nice 大家伙跟随我的视角上工地干个800一天的替班 替班了兄弟们 我拜托拜托各位兄弟们别再说了 不就是开个船洼吗 今天安排 昨天老板说了 小何你为啥不开船洼 我说我害怕我不会游泳 结果他给我买了个救生衣 我昨天和人家那个加长币的司机换着开加长币 结果好多兄弟们说你还是开船洼比较好 那么今天咱们就开船洼 好的兄弟们 黄马罐穿上了 现在我们开始下水 你还别说这玩意穿上还保暖的 热乎乎的 今天还是按照工地指挥的要求 把洼机开到南边去捞泥 打吧 带鱼 每天晚上下班之前呢 都要把洼机开到这边这个岸边来 主要是这边水浅 上下班啊 上车啊 啥都方便 现在我们给他来个前空大挪移 在这个泥里边乘车旋转还是比较丝滑的 兄弟们 这个鱼汤比我上次干那个地方浅多了 这个洼机履带啊 也就下起一半吧 这我就不担心了 首先他洼机就不晃了嘛 快看快看 有鱼啊 有大鱼啊兄弟们 哎呦 四五十公分长那么一条鱼啊 不要着急 咱慢慢来 等我把这个坝打好了 水抽干了 到时候他们自然就亮相了 首先呢 我们先横着给他打一条坝 大概打个十几米宽 然后我们拐弯 送着这个岸边 一直往北边打 洗泥不好打呀兄弟们 打了半天就打这么一截 能堆起来个六七十公分 泥嘛 他主要他往两边流 堆不起来 他往两边流 这就是个问题 你看你看你看 好在这个地方取土方便啊 水浅啊 这边现在基本上就没下水 我说怎么这么稳当呢 兄弟们 你们说这个一般的洼机 赶不赶下来 这下边赶不赶下来 这边不好说啊 没人愿意赌啊 万一上不来就换事了 哎呦 今天下午 这正对个太阳 刺眼睛啊 刚才不小心又溅了点水过来 这玻璃图柜看不清了 今天挖掃一天 估计明天就能捞鱼了 现场捞鱼 必须给大家更新 今天呢 就给大家更新到这 喜欢我的视频 给我点个小赞吧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